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12日报道,在周三与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,欧洲议会与欧盟乌克兰协会协议实施报告达成了一项决议。 根据该决议,欧洲议会支持停止实施北溪二天安西管道项目。 决议趁,欧洲议会认为乌克兰在欧洲能源供应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 与此同时,欧洲议会谴责电设北溪二天安西管道,称这是一个政治项目,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。 而且对努力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也造成了威胁,欧洲议会要求取消该项目。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,到11月底,北溪二天安西管道电设项目,已经铺设了大约300公里的管道。 该项目的两个分支应该在2019年底之前完全建造,管道每年可输送550亿立方米天然气,建造总成本在95亿欧元左右。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负责人阿列克·谢米勒此前曾表示,只有完成北溪二项目施工进度表,才有可能从2020年1月1日起通过该管道供应天然气。 北溪二天然气项目管道将通过5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,这5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、芬兰、瑞典、丹麦和德国。 也就是说,该管道将绕过过境国、武克兰、白俄罗斯、波兰和其他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。 现在只有丹麦还没有批准建设管道,而且还计划阻止或推迟项目的实施。 HHJ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